借来到校园 武捷中心国小内的红土操场 因为近年来干燥气候 加上学生运动时 容易发生尘土飞扬的情形 影响到邻庆住户的居住品质 所以在校方的反应之下 经过议员简松树 以及立委陈俊宇的争取下 获得了中央以及伊兰县政府的补助 将要改建成PU跑道 而学生为了表达纪念 特别绕行旧操场 向红土爷爷来说再见 中心国小校长李明仪 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廖启贤 以及老师跟学生 共同漫步在红土跑道上 要来留下美好回忆 并且感谢这片土地 不但是学生的体育摇篮 更是附近居民运动休闲的最佳场所 但碍于近年来扬城严重 影响生活环境 所以只能进行改建 换成PU跑道 走过去哦 好 上过去 好 小心 这些传民一直在反映说 我们现在孩子在这里活动的时候 风头一些阳城都会背在两个族后期 影响一些族后的生活和土粉的问题 这次非常感谢 我们立委丹春务 跟我们甘重修议员 还有我们欧志明教授委员 帮忙 把整出到这种提示来 整出到这个跑道的改成感情 对此校长李明仪 感谢各界的争取协助 来提升硬体设施 预计明年初 渴望启用新操场 所以施工期间 呼吁相信注意安全 我们这一次我们的宏图跑道 修缮成这个PU跑道 那经费大概是950万 那由县府呢 这边来支持我们有20%的这个部分 将近是170到190的部分 那其他部分是由体育署来全额补助 那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 以及我们地方士生 还有议员们对我们的关照 让孩子们呢 有更舒适安全的这个跑道 还有我们居民 因为学校也是居民的一个活动 一个运动休闲的一个重要的场域 让大家能够更安全 更舒适来进行这个运动 然后培养健康的身心 大概公期是预计是90天到120天 那在当中就请各位居民 可能造成稍微的不变 那请见谅 那后续我们有一个更妥善 更安全的环境 我们可以来进行运动 而全体士生 最后也向红土爷爷表达感恩 现身在中兴国小28年的岁月 红土爷爷参见 红土爷爷谢谢您 宜蘭新闻记者张立林采访报道